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一下這個歐盟 歐盟對烏克蘭是甚麼禁令呢? 就是谷物 歐盟負責農業事務執行委員會的委員 這個是波蘭人 叫做玉契修夫斯基斯 他昨天呼籲相關的歐盟國家 要將烏克蘭實施的谷物進口限令 到至少是十月底 你說十月底嗎? 歐盟負責說 最少是到今年年底 兩個月都不耗給你 是的 歐盟負責肯定不理你 誰叫你那麼囂張? 當然 這個扎尼斯基 馬上 就不開心了 他就說 你們這樣等於 是令到 普京得逞 普京就是為了分化歐洲 這個不關分分化市 是農民的切身利益 人家農民的穀物收入受到大影響 怎麼分化 你貼給我 你貼給我就給你 扎尼斯基剛剛說 你們等於幫助俄羅斯分化歐洲 不用吃嗎? 我不用賣東西嗎? 現在市場賣光你的東西 分什麼化? 是分錢不是分化 分了錢給你 而且烏克蘭的農業部也在他們推特 如果你們繼續實施 烏克蘭穀物在歐盟的銷售禁令 你們 就等於 將額外的軍備交給普京 對歐洲的團結 是不能夠 有長久的效果 亦都等於對抗歐洲團結 當前 的限制必須要取消 聽到嗎? 其實歐盟整個不是不讓你進口 不過是同意進口 而且 是要走去第3國 歐盟整個 就同意允許烏克蘭特定穀物進口 未設數量限制 無需要經過海關和官方檢查 不過 不過 你記住 他是有在進口 歐盟 的 這個國家之前 就是打了風調 而且說明了 是不可以 在當地上銷售的 這個公道 因為你當時 馮德羅恩之前說 他不是為了在歐盟賣 是為了賣到第3國 歐盟做過中轉集 或者叫做過度 現在你又說不行 這樣好像 不太公道 老鳳 老鳳肯 老鳳肯 其他國家不肯 你的好兄弟 波蘭的農民也不肯 是嗎 各方當然分歧很大 歐盟農業 部長會議上 上面剛才我們說的那位 歐盟農業專員 很搞笑 他是波蘭人 但是 他反而要求要對 烏克蘭糧食的 這個當地銷售禁令 是延長到 10月 他都知道什麼事 你當農民是死的嗎 後來 10月 但是 你得罪匈牙利 說不行 起碼到年底 他說 之所以為何要延長 是因為大量的烏克蘭糧食 進入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 對當地市場構成了巨大衝擊 並且損害當地農民的切身利益 這個是現實 這個是現實 波蘭要選舉 另外這位 歐盟農業專員 亦同意 德國等等國家的 立場 但是 亦同意 不是德國 最搞笑 波蘭之前 跟匈牙利好好的 後來跟匈牙利不好 現在又說 是同意匈牙利立場 我剛才說了 就覺得 是呀 起碼 要再延長 烏克蘭 就罵了 他就 你們 做的事 等於是幫普擊 現在 俄羅斯就是打算利用歐盟出口限令 為俄方 謀取利益 烏克蘭就說 歐盟發佈的相關限制令之後 是 借助所謂的黑海協議的糧食交易 變得更加困難 其實 為何當時是說要 黑海糧食交易 不肯因為 懷疑你向他們動手 向他們國內動手 當然他就說沒有 澤利斯基說沒有 根據 歐盟出台的 烏克蘭 銷售禁令 截止到6月5日 來自烏克蘭的小麥 粟米 油菜籽 以及綺花籽 等等農產品 不能夠 在 在保加利亞 波蘭 匈牙利 羅馬利亞 斯洛伐克 等等 進入自由貿易的環節 即是不可以在當地銷售 只可以打封條 而且它是用GPS監測的 即是你不可以在當地賣 你去第三個國家賣就可以 這樣的目的 就是為了 令到來自烏克蘭的農產品 不能夠進入當地的農產品市場兜售 而上信國家 進入 歐盟其他國家 或者是世界市場 他們限制是少一點的 但是烏克蘭糧食 為什麼它有限制 因為它 是比歐盟自己生產的糧食便宜很多 所以是可以轉運 通過這些國家轉運 但是 銷售就不可以了 其實也對 真心說你想想 當時也是想著借到 借 你的輪郭的路 綠路 綠路去其他的 第三方國家 好像去北非這些國家 為什麼講講講 又好像一定要給你在當地賣 其實 波蘭的農民 都是叫苦連天的 他們說明 如果你給烏克蘭糧食進來 那就不算你 那就不算你 這個是很正常 不過 烏克蘭 後來也發了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靠客 他們的農業報 也是發了官方的數據 就說今年烏克蘭糧食和 油料出口量 預計只有 4600萬公噸 比去年減少了 三分之一 其中糧食出口 還少了40% 在歐盟會議當中 其實烏克蘭也說 烏克蘭產品出口面臨著主要風險 包括 就是你們 歐盟有說幫我們 為什麼繼續採取限制措施 不讓我們賣 他不是不讓你賣 是不讓你在 歐盟這幾個國家賣 這樣來偷換概念也有 其實當時就是想著 是通過歐盟其他的 國家在陸路轉運到其他地方 但是現在你說說 好像本來就是給你在當地賣 不是 你覺得 你剛偷換概念 本來就想著是借到的 因為那些國家都是你輪郭 但是說說 好像一定要在當地賣 另外 他也說為什麼不讓我們在單一市場賣 都說本來不是給你在歐盟單一市場賣 之前馮德萊恩 就是 開了 不收他們的稅 就令到他在 烏克蘭幾個輪郭狂賣出去 歐盟威會5月2日的時候就宣佈 從5月2日到6月5日 暫時 是 不讓烏克蘭小麥粟米 油菜籽和葵花籽 四種 農產品 在我講一次 保加利亞 匈牙利 波蘭 還有羅馬利亞 斯洛伐克 這些近烏克蘭國家 全部不讓他們當地賣 但是 你可以借這些國家的 陸上通道或者水路都可以 就可以運到其他國家 賣給第三方 措施生效之後 烏克蘭當然很生氣 當時 他也說 是否破壞團結和現在所說的一樣 已經磅了露諷 那是因為你經常放他 馮德內因 你經常鬆鬆一下 羅斯都鬆了 你肯定不管別人 還有人撐他 台媒 台媒撐烏克蘭 其實烏烏戰爭升級之後 大批農產品 因為黑海港口被封鎖 沒有辦法運到其他國家 在聯合國 還有土耳其滑船之下 你們就想 我可以當我下台頂你 我可以當我下台 你這些更困難 因為 之前反對派和西方很親 普京肯定跟他談 不會 大量的烏克蘭糧食 經過東歐的歐盟國家 運往其他地方 這個是他初衷來講明的 本來馮德內因說 是運到第三角 但由於物流和後續一些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大量的烏克蘭糧食 只能夠在東歐的歐盟國家 銷售 對當地農產品產生了巨大衝擊 亦都令到很多農民 是開拖拉機去他們首都示威的 所以連 波蘭 這個號稱 反俄挺烏第一角 4月15號 是禁止進口 他進口都不讓你進口 即是借 借他過島都不行 是直接禁止進口 來自烏克蘭谷物和其他產品 保護本國的農業 禁令就是 今天1號 6月30號 是到期的 斯洛佛克和保加利亞 匈牙利亦都是類似的措施 這個很正常 因為 他都要保護當地的民眾 尤其是農民 匈牙利更加是罪狼胎 一按就幫我按到年底 匈牙利的 農業部長 他就說匈牙利 這個即是打射徐棍上就 我們要求歐盟提供 這個 金錢的補貼 這樣才可以協助當地農民 加速在今年收成之前 是運出 堆在糧倉的穀物 誰叫你馮德羅欣之前 逼我們 是噎了那麼多 烏克蘭的穀物嗎 他亦都說 這個 匈牙利 官方就說我們關心的是匈牙利可以安全地收成 匈牙利農民 可以 快速地銷售他們的作物 這個也是 其實全部都是借道 去 運出去 怎麼說說 從來都是借道 你說說說當了老鳳 一定要在那裏埋 為什麼不撐我 為什麼不行 從來都是不撐的 是的 他當時 那個關稅就不收你 傅德羅欣記不記得 他不收你關稅 只是想著你都不會在我們那裏賣 那就讓你過了 過境 結果 你過了境之後 原來不是的 還要在當地買賣 而且 喂 本來 初衷就真的不是給你賣 現在你搞到農民 因為你的東西很便宜 還有 他有些是 種的東西 其實在烏克蘭 有些肥料是有些遺禁的 物質在 對於歐盟來說是遺禁的物質 但是 在烏克蘭就不是 那你就破壞了別人的規矩 是不是 所以 你 做回自己的事 是怎樣就怎樣 喂 你這樣來講 別人覺得你 說你本來 就打算借一條路給你走 你結果說整條路要霸壞我的 現在他就這樣的趨勢 另外 澤尼斯基亦都宣佈一樣 我們之前有支節目就 說過英國航太設備 系統公司 其實他原來也是說要跟烏克蘭合作 在烏克蘭境內建立生產線 和維修基地 我想問一下 整整一下會不會你吞了整個英國的牌子 不行的 本來就是想著借條路給你走 因為黑海出不了 現在黑海 都算是好的 都用到 但是 當然 之後 烏方 和俄方的會談 可不可以 我只是糧食者 不是其他 可不可以繼續 簽這個黑海協議 沒有人知道 但是 好就好彩 現在是可以當選 如果你換另一個 可能不理你 等你還說 等你這個 美國駐土耳其大使 還搞人家的 選舉的干涉 別人的內政 如果他真的 多不成 你黑海糧食 都可能出不了 是吧 最後又去害自己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拜拜